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顶出现了一个大坑 叶凡皱了皱眉头 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这根本不是包裹圆的那种食材 不应出圆才对 最终他无功而返回到了石寨 第二日他早早醒来在远处观看 果然见张五爷出屋后 第一件事就是拜那座大山 吃早饭时他实在忍不住 问道 老爷子 那座大山很特别嘛 您为何要每日都要叩拜 张五爷神色一灵 然后塌了一口气 那里是不祥之地 你千万不要去啊 我的祖上曾说过 在整片北域 没有人可以招惹他 招惹 叶凡更加吃惊了 那座紫山到底有什么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 我只知道那里是一处不祥之地 叶凡没有问出什么 在山寨中转悠 随后将二愣子找来再次细问 可是他也说不上所以然来 那个很机灵的少年 王叔正好路过 对叶凡很有好感 直到他留下来 是为了帮助村寨 他说道 我知道一些 张五爷有一次喝醉时 痛哭流涕 说那里是不祥之地 与什么古代大帝有关 叶凡当时就被惊住了 自古以来 整片东荒总共才出了几位大帝啊 不过寥寥数人而已 君临天下阵骨朔金 几乎没有人可以超越他们的成就 东荒的几件恐怖的几道武器 皆是出自那几人之手 其他人根本激恋不出 在这一刻 叶凡感觉热血沸腾 差点大叫出来 与古代的大帝有关 他一下子联想到很多 叶凡迫切地问道 你知道那位大帝的名字吗 王叔摇了摇头 不知道 我只听到张五爷的一句罪话 是古代的一位大帝 没有什么名字 听我爷爷说 耳愣子忽然神秘兮兮地开口 张家之所以居住这里 就是为了守护那座紫山 你爷怎么说的 叶凡心中吃惊 我爷爷也是听老辈人说的 就那么一句话 没有细说什么 二愣子想了想 嗯 好像还说过 千年前张家的丢失 也是因为那座紫山 跟紫山有什么关系啊 叶凡心中难以平静 他非常想一观内部棋书 我爷爷说 好像是张家有位仙人 不听祖讯 进入那座大山 再也没有出来 也就从此丢失了 二愣子神神叨叨地 说完后回头望了一眼 生怕别人听到 叶凡心中波澜起伏 那座紫山来头几大 绝对不凡 古来大帝能有几人呢 他们既练出的几道武器 可谓灌骨绝筋 威力 其大无匹 只有一戒 就可以纵横天下 圣地将其视为镇教至宝 若身与几道武器相合 先天立于不败之地 如果能够源源不断地 为其提供神力 东荒将难逢抗守 古代大帝的成就 后人很难超越 有一种推测 东荒的几部古经 是由不同时期的大帝 各自开创出来的 叶凡想到这些 心中怎能平静呢 古代的大帝 他们练出了几道武器 创出了绝世古经 皆是东荒五甲瑰宝 那座紫山 与一位大帝有关 要是能寻到他的修行法门 就等若得到一部完整的古经 叶凡相信 能够成为大帝 其修行法门绝对无疲 若是再能寻到一件极道武器 光想一想就让他激动 不过他很快就平静了下来 张五爷一再强调 那里是不祥之地 要有收获 恐怕是比登天还难 叶凡又离开实寨 半课钟后 重新来到了巨大的紫山前 围绕着他转了一大圈 他自语 这里还有什么东西吗 但无论他怎样观察 都没有发现特别之处 就是探出神识 亦一无所获 那位大帝 到底在此留下了什么 为何与他有关 他最希望此地有一部 未流传于世的古经 这是他眼下最需要的 不过 他也只能想想而已 古代大帝的威士 后人难以想象 纵流有东西 也不见得能够得到 叶凡重新登上了紫山绝殿 就在这一刻 他的神情一下子僵住了 满脸的不可思议的神色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昨日清晨 他以金书批斩 再次掘开一个大坑 可是现在 山顶平整乌痕 根本没有破损之处 一切都完好如初 这怎么可能 我昨天明明 叶凡机灵灵地打了个冷颤 不祥之地 这四个字 浮上他的心头 他快速腾空而起 不再站在山巅 叶凡心中难以平静 为什么会这样 他能自己修复 还是说昨天 我被幻觉骗过 其实并没有真的 斩碎山顶 难道有什么难以看清的道文 叶凡略作思虑 寄出金书 远远地退出去 控制他批斩 紧光缭绕 石血纷飞 巨石滚动 山顶被掘出一个大坑 他射来一块紫色的巨石 亲手触摸 这绝不是幻觉 而后 他截取下一小块紫石 飞向远方 静静地观看紫山 叶凡很有耐心 在远空整整守了一天 直到满天星斗浮显 紫山 巍峨 送立 依然没有什么变化 他并不焦急 立身在天空中 一动不动 神念探出 仔细观察 此地与古代一位大地有关 他不得不认真对待 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想要了解此间的一切 直至到了午夜时分 叶凡发现 那座紫山之巅 那座大坑在无声无息的变化 慢慢平整 恢复了原状 而他手中的石块 并未消失 依然还存在 啊 这座大山 可以自己生长 叶凡吃惊不已 他没有继续探究下去 午夜这里格外寒冷 就是他的体质 都感受到 振振刺骨冷意 既然张家守在这里 一定知道一些秘密 他不想贸然行动 向石窄飞去 决定明日问个仔细 叶凡回到村中 走进自己的石屋室 发现张五爷还没有睡 很焦虑 在等他回来 你总算回来了 是不是去探那座 紫色大山了 叶凡点了点头 张五爷蹬的站起来 千万不要再去了 不是对你说了吗 那里不是什么好地方 常在那里出没 容易出事啊 紫山到底是怎样一个所在 与古代大地有何关系 叶凡必须要知道这些问题 好吧 我都告诉你 不然 你肯定还要去探寻 张五爷叹了一口气 其实 我所知道的 真的有限 你慢慢说 这座紫色的大山 是我张家祖上发现的 也就是昔日的那位元天师 他告诫后人 不要接近那里 可以远远地祭拜 那位元天师郑重告诫 紫山与荒谷前的一位 大地有关 不可亵渎 李静他将 责毁后人 快慢 这席 这席 好 豪华 这席 这席 你们 这席 你们 像